眼皮手术 基本上所有的眼皮手术 在可能的情况之下 患者假如不满意 经过跟医师的讨论 当然都是可以做微调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沿着之前小小的切口 去做微调的部分 想必做过缝的双眼皮之后 再来寻求半个半缝的双眼皮 一定是对原本的手术结果不满意 那我们医师当然会评估 是哪个部分哪个环节 也许是上眼皮的泡泡眼脂肪过多 那我们正好就可以利用半个半缝的方式 去取出多余的脂肪 那假如是双眼皮的高度不满意的话 当然也可以使用半个半缝的方式 去微调双眼皮的高度